你们在干什么 这不是安家的废物贵婿吗 这儿被你抓账了 那我就贪财了 已经被安家把贵送了 安然 入罪整五年 我放下了所有尊严 为你们安家 千马好累死累了 你竟然这么对我 你也不撒泡尿照着你自己 穷得叮当想的赖蛤蟆 你想这个是安然 对 这是我给安然买的鸽子蛋 你打工打几十辈子 你也买不起 冤责 收拾损蛋 我给你拼了 快用电视干来的地方 你天天笨手笨点 我女儿子还会嫁给你这个废 研究机构称 截至2023年2月 一线城市青年人均月收入已达7厘 二线城市人均月收入 较上季度有所提升 对不起 你拨打的电话是通号 林峰 你在安家白吃白喝这么久 现在卧床不起 对我安家也没什么用处了 从今往后扭两清 你的东西打包好 放在有乐酒店 你让人拿走吧 这儿 这小子听说 以前是安家的这一序 后来让安小姐给扫地出门了 估计身上没什么钱 你说这么高呢 一流费 他能付得起 主任放心吧 我都提前和保安打好招呼了 让他们守住医院各个出口 如果不如期 他今天别想走出医院大门 奇怪了哈 他以前一直昏迷不醒 今天安小姐跟王少再婚 他居然醒了 你什么 今天安小姐跟王少再婚 他居然醒了 你什么 我们还要结婚 哎 我啊 哎 大哥 我我我我我我没有没有 俺们跑 付不需要医疗费是吧 我会付起 那对好 把帐单给了 这 账单这么长 这得花多少钱呢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婚死过就好了 想想你们可以赤账 我们可是有乐集团旗下定级的司令医院 不接受舍照 果然是个窮的 你没钱住什么院呢你 光这三个月的ICU就这个数 50万这么多 像五毛钱这样的巨管 你一个被安家踢出去的坠绪 又能够付钱 估计啊连个零头也要你三年的工资 可是我这 我觉得穷的把他们想成这个样子 我的人生才是 院长 院长 这边发生了一点事您过来一趟吧 不会吧 这种事情还惊动了院长 什么事啊 什么事 不知道我在和集团的高层开会吗 这不是风靡三个月的安家庇序 你没付不起药费 这什么事情 你先让我亲自处理吗 要不上派出所 他居然拿出了500块钱 难以至今我过多年没见过 大约大钞了还争争 仗能及时这样的顶级富豪医院 几年业绩不用抽了 我今生集团副总也 此日可待了 快点长 别长 快点 所有信息都掉出来 我要商报高层 他居然拿出了500块钱 快点 所有信息都掉出来 我要商报高层 啊 这么严重吗 董事长 商业中心的那个项目 又被王氏集团给夺走了 这就意味着我们有乐集团的股票 直接跌到了冰点 是啊 王氏集团正在一步步蚕食我们的市场 如果我们再拉了五道资金 集团就要宣布破产了 董事长 什么事 没看过他开会吗 刚刚有一个人 医院醒过来了 醒过来有什么好慌张的 我在忙这事儿呢 一向改定我出去 你听我说完啊 那个人啊 在缴费的时候 轻轻松松松 你才已超出了五百块 什么 五百块 啊 这么大的聪明吗 这放言人整个龙城市 哪怕是我们有乐体的 也不可能短时吹这内 筹据这么大一次集团 您这次了 本月已经收费了五毛钱 成功晋升为 有乐 黑金至宗会员 有一个黑金会员 只有资产达到一百块以上 才有一个注册 不贵 是贵了点 但您有了这张卡呀 可以去集团质下的 任何一家酒店 还有拍卖行 都享有至终归宾的待遇呀 但是j 哎呀 不要打孕了 不记得还再次来光临我呢 啊怪不得低卷也这么便宜 原来是办卡的消费陷阱 我还有急事我得先走吧 这我这有一块 啊 好啊 啊 anything 全天的KPI都已经超过完成了 这次月的收益 原有我黄院长 不啊 快快快 谢谢黄院长 不啊 不啊 我们今天也走 这是神经病院吗 从医院醒来 全世界的货币竟然贬值了100万倍 存款8000的我居然成了顶级富豪 没想到 本市里竟然还产藏了这样一位金融大哥 若是能让他成为集团的董事会员 成完之一 那我们就有机会起死回生了 说得对啊 都是啊 神秘的富豪已经出院了 什么 神秘 现在任命你为集团的CEO 一定要把这我神秘的富豪给我找出来 不要打到厅城 记住 千万不要被王氏集团的人知道他的身杂 站住 我们这可是百景五星体豪华酒店 闲杂人的 不得入内 我是来找人的 能入住我们酒店的 都是非富即贵 个个都需要乐有酒店的会员才能入住 就你 也不撒班尿照着自己的德行 会员卡 你说的是这张吗 啊 黑鸡之宗卡 只有作用一百块钱以上资产 才有资格进神秘黑鸡之宗卡会员 你这种穷光蛋 也会有黑鸡之宗卡 想必这张卡是你简单的吧 集团旗下的每张之宗卡 都有失明认证的 拿上简单的卡 给自己也是贵人了 白日作梦 李娟 给我验一下这张卡的信息 让你死个名 经理好像没有认证信息 我就说嘛 这张卡是你简单的 是啊 董事长 刚刚得到消息 那张神秘的至尊黑卡 已经登陆了 就在咱们集团旗下 一个五星级大酒店 太好了 告诉经理 一定要留住 无论如何 已经把我这回复房 我拉不过 这可是咱们 最后的救命到头了 是 你胆子真大 敢拿简单的卡 来热有酒店片 把我拖下去 或者说理一下 白鸡之宗 白鸡之宗 你没事吧 你们真是混蛋 接着电话名就名 得少 经理 他就是个骗子 拿着捡来的卡 小红旗酒店 哎呀 这个案子都可以看清楚 他可是你我们其他董事长 都救他们的人 你好大胆子 竟敢把他救出 他这种德性的人 怎么可能是大人物啊 经理 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这一次他星期出了吗 八千块 我知道八千很少 但是也不用喊出来吧 我真的还有急事 我先进去了 快快点演的 开咯 各位 感谢大家今日前来 参加我与安然的并婚宴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我王氏集团与安家正式联姻 相信联姻之后啊 一定能够共创出一番大事业 我敬大家一杯 哎呀 女儿感谢给他玩哨啊 我们安家可算是管他要忙没辣 哎呀 谁让这个王氏会进来的 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 你别在这里给大家扫兴 这不是软饭啊 那你今天是给我和安然道喜 还是身为负文小口口饭吃 这样 如果你肯跪下来求我 我可以考虑着你帮个款 我一年给你三毛年薪 三毛的年薪 这太侮辱人了吧 三毛年薪 王少的格局还真是大呀 我就算是饿死 还不能求你呢 那跟我就没关系咯 安然 我们都还没有离婚 你就这么急着开家吗 我们已经离婚了 议院的时候 你就按老手 要不是你赖在我家不走 早就跟王氏啊 商业联姻呢 现在可算是把你这个窝囊费 给踢出去的 名单的我们的金龟絮 我们安家飞黄腾荡 指日可待 冰粉 你在我们安家 可是白吃白喝了五年 我们安家对得起你了 这是你当时来安家拿的东西 拿着你这破难玩意 赶紧给我滚蛋 原来你们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 安然 我输赔这五年 难道你就对我 没有一点感情吗 感情 感情也想救门当户对 我堂堂安家大小姐 怎么会跟一个穷光蛋过一辈子 我安然崇拜的是有钱有事业的成功 不管怎么样 我又算是听到你的真心话了 走吧 人家狼才女貌天色一对 你个废物就别再丢人下眼了 是啊 装什么神器 赶快给我滚出去 你好 林先生在哪 我不认识林先生 请问哪位是林先生 怕不准人听到有新游邓庄 什么呀 游的街团也是个大人物啊 我就是林多多 没想到我隐藏的那么深 还竟然给游的街团的邓庄 您给看出来了 我公司 正想跟贵公司 谈那个后续合作的事情呢 我想你恐怕是搞错了 我要找的人叫林峰 咱们开玩笑了 以您的那个身份地位 怎么可能会认识 对踢出门的那个废物呢 你说什么 你们把林峰先生怎么样了 竟然敢赶走林峰先生 林峰先生人呢 林先生 我是林峰 你找我有事吗 林先生 你好 林先生 你好 他到底是什么人物 有乐集团CEO居然向他举行 林先生 我没有认错人 找的就是您啊 林先生 您已经在我们酒店进行了资产验证 您现在已经是我们的超级VIP中P了 你说 这一次成功的 我从最早选择 你不几个月份的一个人 刚刚得罪您的那个大汤经律 已经被我开除了 邓庄 您看 我公司 我看你是小多了吧 得罪了林峰先生 还想谈后续的合作 行 那得看林峰先生的意思 林峰 我的好女婿 你就替岳父跟邓总求求情吧 如果没有那这个机会 安家在农村很难立足啊 你们还想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 我虽然穷 我林峰入罪你们安家这些年 没有花过你们一分钱 就包括这些钱 都是我自己赚来的 手里能损五百块钱吗 五百块 他怎么这么有钱 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这么大面额的钱 难道是我感动他了吗 我竟然能拿到这么多投资啊 这么多年 我怎么不知道 我的女婿竟然有死人后的背景啊 难道这么多年 您一直在演戏 他到底想干啥 安然 让你收拾吧 我去啊去 霍林峰 求求你 救救我们安家 安然 连你都要这样羞辱我 既然我们夫妻情分已经从今以后 再无瓜葛 我 我 哪里是 霍林峰 从医院醒来 全世界的货币竟然贬值了一百万呗 连银行都取不出我的存款 您好这就是公司最大银行啊 糟了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 竟然把一个月的伙食费都给丢出去了 怎么知道刚才不招 我还忘带钱吗 什么 你没钱你打什么车 像你这样的顾客我见多了 如果你今天要付不起这钱 我就把你苏保费入组 大哥大哥大哥 你看我们不是到银行了 要不然我继续取钱 取完了马上给你 我跟你说啊 我江湖名称 荣诚犯德标 如果你要是敢骗我 我就把你的推打断 走我陪你去 走 我取钱快 鱼盒不足 去看你怎么这么久 你两个伙子变都敢骗 是不是活你来了 卡里最有钱肯定是系的多了 我我就会来试一试 再给你自己机会 如果你要取不出来 把你推打断 你啊 先生办理什么业务 取个钱 取多少 古铃 古毛 我取五百块钱 什么五百 你确定你这银行卡里有五百块钱吗 怎么瞧不起人呐 我是穷了点 但是五百块钱还是有的呀 经理 这里有人居然要取五百块 这样取那么点钱 还要取不是经理呀 先生 麻烦借一步说话 您想在你朋友面前吹牛的心情 我很理解 但我们是银行 请你不要妨碍我们正常的工作 你在说什么呀 我真是来取钱的 取五百块 这个呢 是精神秘密 杨怨长的电话 赶紧带你朋友去看看脑子 你上棚上报是你胡弄鬼的 还五百啊 你打车被你都顾不起 师傅我我真有钱 我真能取五百 我当下通验你 我都收起来 八千 我感觉都现在都不停 给你看看 给我们柜台的气晕一个 好啊 干嘛 不能丢 不能丢 经理知道客户 他的存款这人真的有八千 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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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坐在我车上的是一位千元富豪 我吃到八千很少 但是也不用喊出来吧 八千 八千 想不到在救生之前 你会遇到如此顶级富豪 只要留住这位大高 我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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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行 这个上天对我的卷夺啊 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快 抓住他 千万不能让他去逼你啊 你们看什么呀 我就来取个千元 对不起 刚才说 我把他数额大也大 我没有权限 我得去的是我们的行长 行长 林先生 由于您要取的资金 数额巨大 超出了本行现金储备 采取五百块钱 你就要从总行调 你们这银行也太穷了吧 倘若在留住您这位大高 银行可就真的要破产 我也会被集团裁掉的 您批评的对 是我们银行无能啊 还希望林先生 再给我们一次最快吧 全体支援注意 要动用一切手段 发动本市所有银行资源 把资金 全都调到总行来 你一定要满足林先生的需求 速度要快 我不管你们现在有二十还是五十块 都用最快的方式 给我调过来 这可是我们银行的超级货货 有生之年你能见到你 我也死而无犯了 这么多的钱 就算我开车跑遍全清楚赚不到啊 这些人有点太夸张了吧 取个五百块 像是取五个一似的 你看我没骗你吧 辛苦您 跟着我跑了那么久 这五十块钱是您的车费 凤 凤小仙就把这五十元巨骨送给了年人 不愧是挺起富豪啊 从这以后我就是你的司机啊 你要给我当司机啊 没错 林老板 请你收下我的膝盖 是我永远不识开山 以后我的车 二十四小时的衣服 八千块资产的那个金锋巨额 终于露面 哦 终于出现了 他到底是谁啊 我已经派人仔细调查过 他叫林峰 诸生贫寒 没有任何背景 连上大学的钱都是贷款的 能够在拥有如此巨大的资产的情况下 竟然还能保持低调 把自己安全的隐藏起来 行人而我无情则 我状而敌分 好一招装孙子兵法呀 看来 林峰的幕后一定有巨大的财团在操控 你都会是什么 做好了 淡片 一切都要淡片 林峰啊 从我们也 取走了五百块 什么 取走了五百块钱 怎么现在才通知啊 那可是我们集团 十家银行的流动资金啊 看来他是想按中转移资金 向我们王室集团宣债 此人谋略过人和小事 一旦跟有了集团合作 会是对我们王室集团的一个危险 我苏安排他就我盯住了林峰 继续追踪他的动向 搞花了五十块钱大车费 现在就上下四百五十块了 也不知道还能只剩多久 林峰明晚高中同学聚会 你可一定得来啊 我就不去了吧 你必须得来 明晚你的高中女神苏婉婷也会来参加 婉婷 来老同学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啊 老同学们 不好意思啊 地方有点偏 我来晚了 您说来啊 来快坐 你好林峰 您不见在哪高中呢 我 人家可是安家的贵婿 靠老婆养着她 那不就是吃软饭的吧 别这么说 人家小时候胃不好 天生就是一块吃软饭的料啊 哈哈哈 我已经主动离婚了 说的这么好听 我看就是你老婆嫌你穷 把你一脚给踹了吧 林峰你现在既然也无家可挥了 你就到我超市去看门店吧 我这个光一个月就是监控的 我一付费就要视力啊 这拿给你发工资不正好吗 还不太谢谢派骨吗 同学们合去谎来嘲讽我去谎 你来这不劲来谈关系的吗 喂 你们过分了 好歹同学一场 至于吗 这么多年晚清还是这么善 别说了 有人心疼了呢 无数内话 人家林峰就给婉琴写情书了 哎呦 哎呦 对了林北 你最近在忙什么 我在六王氏集团呢 刚刚晋升为市场部总经理 不 总经理 不王氏集团 被您在那都当上总经理了 那工资呢 起码不得一块钱一年呢 感到果然在嘲讽 本来呀 我想以服务人的身色跟大家相处 我没想到一不小心摊牌了哈哈哈 哎 确实了哈哈哈 来来来 今天这段罢啊 必须我买单 必须必须的 啊来来来来 你说同样姓林 这层级子就天差地别呢 林总今后还得靠您哥提鞋提鞋啊 梅峰怎么样 体验到被修的滋味了吧 当年在高中 你每门考着都比我强 夺得我的奖学金一半 就连女生婉情也对你偏爱一点 今天我不仅要修了点 还要当着你的面 让婉晴爱上 婉晴 我知道你最近因为小学捐款的事情 一直焦虑着 现在把这行业也不景气 筹布如到宣伐 是什么这么大 五毛钱 你持五手学素毛 不愧是林老板啊 林总帅气又多金 你说我才就没有这附近 婉晴 这些钱 供你建议做小学 只要你大人跟我好 我愿意交我年薪一块钱 林北你太不愤 林北你太不愤 你才捐五毛钱 你侮辱谁呢 你们欺负我林峰没关系 但是我不许你们侮辱婉晴 不就是捐钱吗 我捐 他也捐钱 他能捐什么钱 我捐五十 我捐钱 我捐钱 他怎么不愤意说五十 他就不愤意说五十 这明天就捐钱 你千万一秒五十多小学 是啊 那我不是在做梦吗 为什么 林峰到底哪来这么多钱 林峰到底哪来这么多钱啊 林峰一直都是个隐形的古瓜带 我从小到他都比不过他 他原本就赢在七宝街啊 这可是五十块啊 小军这一定是 林峰卖房子的全部身家了 为了我居然全部拿出来 一定是林峰 被他造成的打击太大了 但是他这么保护性的消费 林峰 其实 真的不用这么多 十块钱 这已经可以当到很多品费学生了 万琴的时候还是这么温柔性 他一定是觉得我很可怜 所以才只要了十块钱 万琴 我都这么大人了 这四十你都拿着 不过我最多捐这么多 剩下的 我还要留着吃饭 什么 五十块 这还剩下的 都已经拿出我们几十年都赚不到的钱了 这小子到底有多醋好啊 看他们的样子难道 是嫌我捐的太少了吗 他们真是想把我榨干的 要是把身上几百块都捐了 不然连吃饭的钱都保不住 赶紧溜吧 我还有事我 我先走吧 哎哎呀 周同学别走啊 我先走 哎呀 周同学别走啊 我来参加同学聚会 不是因为你们有钱 而是因为这十几年的同学情谊 我们在一起共度的青春才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 这些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看来 终究是我自作多情了 再见啊 老同学们 哎 哎 李宝 你被我不行你走 这几天花了这么多钱 现在开了就只剩下七千多块钱了 再不上本 可能就真的要吃多了 这不是吃完饭的无完当费吗 你来干什么呀 我来上班 上班 你都被安家给踢出去了 他有脸赖在公司 那怎么 软饭还没吃够啊 你被开除了 经理事实无常 做人总要有时有功的 您再给我几件事 我把手冲的项目忙完我 我就立刻自权 项目已经交给别人了 去找财务 结算工资 马上给我滚蛋 我不想再看点 是吗 还算是工资 这是什么意思啊 矿工三个月 还能拿这么多钱 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别得寸进城 你因为你谁呀 没有安家的庇护 你就是一个穷光蛋 别个屁 我没想到捐五分钱这件事 这么快就上新闻了 你当继续这么多年 到头来还不是裙光蛋一个 而我随随便便就能捐一大笔钱 这就是差距 啊 这个朋友们 尊敬的记者朋友们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天使工艺人 捐五分巨款这种事 根本不足挂手 从小我的妈妈就告诉我 要做一个动量之财 来 师兄 我们找的是一位叫林峰的职员 是在叫我吗 林峰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大错特错 他就是一个穷光蛋 哪里有钱捐给新兴工程啊 不会错的 林峰先生为新兴工程捐了五十元吧 五十五十元 林峰臭这一系 他怎么可能有五十块钱 不得 你们也太侮辱了吧 我是很穷 但我林峰五十块钱 我还是拿得出来的 不是林峰 行行行行 你算快快快 林峰居然能捐五十 请问您就是李先生吗 是啊 快 尤其我们的公益宝贝 为大企专家林峰先生 送上紧急和花环 林峰师叔谢谢你 我们会好好学习的 拜拜 拜拜 晚前也真是的 我只捐了五十块钱 这么羞耻的事 居然拍这么多记者来采访 一定是林北峰的羞辱 我搞错了 什么 林峰竟然拿出五十元捐赠星星工程 他到底是什么目的 该想的不过就是被安家 踢出门的坠序 他身上的五十块 估计也就是给他的精神损失费 他以后连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了吧 林峰 说什么 林峰 林峰 您现在已经是楼上的 公益铁键下代言人了 请问您捐赠 巨款修建小学 出于什么目的呢 不就捐了五十块钱吗 有必要你们这些记者派这么多人来 绕着我不放吗 捐了这么多钱 竟然还深藏公益名 帮我们报道出去 你们到底怎么样才肯告我走啊 我最多再捐一百块 一百 一百 看再多我就真的没有了 一百块 虽然捐的少 但是善心是不价的 这个东西怎么能拿金钱来衡量呢 这太好了 各种朋友们 林峰先生果然是大慈善家 掏出一百块的资金 竟然连眼睛都不整了一下 太可怕了 没错 也许 他就是想提高市集的知名度 陈峰与建造整个楼城的商业钱 国师长 这还用猜吗 那么想想 一个奇迹无名的新人 他能有作 才能吸引万众瞩目呢 他没做的就是 不惜成本的做慈善 还要做到 从业派上 从未见过的最伟大的操盘呢 他捐了这么多钱 竟然深藏公益名 这就是慈善家的高境界啊 他们这表情好像是想到我把钱都给捐出来啊 可这是我刚刚从银行取的钱不能钱花过 还是赶紧溜吧 可是你们不要这个秧资呀 别让 他居然一口气拿出一百五十块的现金 他来与封宁与永乐集团 达成了联合决定对此宣战 哈 你都杀鸡这个猴啊 他老是一百五十块钱 赵紧财力是想让人之门退 那接下来怎么办啊 虽然他拥有如此巨大的资产速度 但是他在凝处 在暗处 晒人自已的了解 到时候 我要让他和苏家永远放不了身 晚清交情我参加酒会 难道是想帮我走出离婚的阴影 原来晚清都有这么关系 没准高中的时候他真的喜欢过我呢 那这样 我想他表白的成功率是不是更高了些呢 嘿嘿 哎 先生 我们这里是顶级VIP私人酒会 能来这里的每一位非富即贵 要想烫饭的话 等酒会结束了 给你打包点生菜 别在这儿来事了 我是来 你快走 我是来 你如果再不走的话 我一会儿骂人 可就要违规了啊 我真的是 喂 喂 你这手里要让你王给呆了 我走 我走 让你的王给呆了啊 我让你给我滚 这骂得也太难听了吧 你看我 我有邀请他 我看这种鬼就是小片吃品 估计邀请人也是他骗来的 今天你不断死待在我手里 等等 酒会有规定 凡是来参加酒会的 都得捐一笔善口 数额不限 如果不捐 一律不准入内 什么 还要捐款 可我的口袋里就只剩这几百块钱了 伍仙 我看你连一笔都拿不出来 什么 没钱呀 那就别勉强了 赶紧走吧 别在这堆人显眼了 你走 十块钱 这么多 我没看花眼了 在高档长头工作了这么多年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巨大的面额 有点呼吸快来了 看她的反应 一定是想让我决定开手 可是我真的没写到药 真是什么 赶紧说一句 难道这就是有钱人的世界吗 半天绝不能让他们看出 我没有见到识别的样子 主办公怎么能让这样的人混进了 什么档次了 咱们参加同样的宴会 真是晦气 服 服员麻烦 我帮我拿个服员为我 你这种穷存药是怎么混进酒店的 知道为什么会被噎到吗 有钱人吃的东西 不是你这种穷鬼能消费得起的 没没 麻烦你 一看这种穷鬼就来偏吃偏喝的 别大理 这来酒会的都是客人 我还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吧 不好意思 先生 矿泉水是需要自费购买的 我明白 明白 买瓶水都磨磨蹭蹭的 一块钱 这么多 开水厂都够了吧 先生 您确定用这一块钱买水 可是我这钱包里就这些钱了 怎么办啊 还可以省点花 不不不 先生 您确定用这一块钱买水 还是说有小费啊 哎呀 您确定用这一块钱买水 还是说有小费啊 哎呀 您确定用这一块钱买水 居然从此的一块手机 全国首富永文集团统事长 通关结束的果然没错 人是越有钱越低调啊 不好意思啊 各位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这费物怎么回事啊 说这个费物你干嘛啊你啊 给我拍你都拿不稳 今天我这种贵宾 你付我钱责啊你啊 你要是不想盖 车子咋给我滚 怎么造反吧你 我忍你很久 老子我不干了 还有 我不叫费物 我叫金理 我有钱了 哈哈哈 现在年轻人的心理成熟能力也太差了 我妈咋了 怎么拿你两块钱就成这个样子 先生 您还要水吗先生 还要水吗 哎 想不到现在做服务员都卷成这样了 这一个慌了 另外一帮人向我拼命推销快点事 生活这么容易啊 干嘛呢先生啊 没活干呢 不要干活吗 滚 还有你 洗手之间那么样需要人打扫 快去 我不是金睫公 我来参加宴会的 老同学 林峰 你是 不记得了 当初你追晚情的时候 我给你递的情书 是你啊 聚能庄 是你啊 聚能庄 嗯 哇 你现在挺厉害的呀 当上经理了 也就算个白领吧 对了 你 刚来保洁步步就吧 你肯定不太懂这个规矩 你这身份人呢 是不能进来这儿 这个地方啊 是会宾聚会的地方 你平常休息的地方 在西藏心那边 我是来参加宴会的 你这可就没意思了 在老同学我面前 你装什么呀 你平常也不就是扫着厕所吗 正的也不就是寒散情吗 没什么 我跟你说这些干嘛 赶紧死我 赶紧死我 我真不来 你你给我惹大祸了 他可是慈善总会的发起人之一 你不能得罪他 得罪他命好共存 别说话 哈哈 邓总 这位是我的老同学 他是刚来保洁步步足 不久 然后不太懂规矩 您放心 我一会把他请出去 一定不给你添麻烦啊 我告诉你 有今天没下次啊 下次我一定开除你 走 你个宠子 我知道不到他是什么 他不就是被安家扫地出门的 那个保洁员吗 你瞧他就落魄的 我告诉你啊 林先生可是我苏董 亲自邀请的 vip 中屁 既然你得罪了林先生 那你以后不用再干了 不不不不 邓总 你再给我个机会啊 我下次一定注意 林先生 你请请拜托 求求你 我觉得还是不必了吧 既然林先生替你求情了 那好吧 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保洁员 去洗厕所吧你 谢谢邓总 滚 呃林先生对不起啊 照顾不周啊 我都说了好多次了 你肯定是认错人了 你这老跟着我干嘛呢 林先生 只要您一句话 我随时可以在您眼前消失 我傻 林先生 只要您一句话 我随时可以在您眼前消失 我傻 林先生哈 这都被你发现了呀 哎你放心 我立马傻啊 我我先滚了 啊 还祝您开心愉快啊 我没想到不仅是个跟踪狂 这脑子还有点问题啊 林峰 没想到你来这么早啊 酒会快要开始了 知道缘起了没 是王上 安然 我听说 由王氏集团理贤的四大家族 都快赶上东南亚小国一年的GDP了 这是富可敌国啊 我就说这眼睛怎么这么难受 原来进了脏东西 这么高等的酒会 你怎么喝你来的 林峰是我有乐集团的贵宾 他来参加酒会 以所当然 哦 我说怎么最近有钱了 原来是看上孙子 到底啊 就是个吃软饭的命 这么好下家就找好了呀 你 我说怎么最近有钱了 原来是看上苏小姐 苏小姐跟我同朋友 你可以欺负我林峰 但不要侮辱我亲 我怎么会侮辱苏小姐 我只是想提醒她 别交友不慎 找了个小偷当棚 你说什么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要来就干嘛 各位 这个人之所以能够大摇大摆 在这儿骗吃骗喝 就是因为他偷了 募捐乡里的钱 你想让我们吃上午饭上 竟然会借了一个贼 是啊 看他那么穷酸打扮 一看就不像好人 林峰 你在我们安家这么多年 看样子 说我们安家没教育好人 可真是失败 你不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 你这样说有证据吗 好 那我就给你证据 这是我在捐款 那你说这你捐了多少 怎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 自己再捐十块钱 一定会行为大摇 你压根就没捐 家政养 别过我所谓的事 果然他偷了一毛钱 果然他偷了一毛钱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穷人都这样 现在人赃俊货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才一毛钱 这陷害 起码也长个好一点的问题吧 你还真是胆大毛铁 这一毛钱 差不多比你一年工资了吧 你有什么毛命啊 我是穷了点 但是一毛钱 怎么可能会没有呢 林峰 你中计了 只要把你的名声搞臭 不管你有多羞厚的背景 你再也翻不了身 称霸农场的 就只有我王世纪 我就是想让大家看一看 都瞧一瞧 只有我王大少爷 才是乐善好施的慈善之星 而这个是个借机上位的穷光蛋 还是个猥琐的小偷 这还用猜吗 慈善之星肯定是王少的了 毕竟王氏集团资本雄厚 我可得提前恭喜你 将来你紫诚副业 当了集团董事长可别忘了小路 一定的 今晚的慈善之星是 今晚的慈善之星是 林峰林先生 哦林峰是谁啊 捐快食言 十块 十块 十块的没有几块 这怎么可能 能以为捐了一块钱 你又是捐 没想到他捐了十块钱 这不可当 虽然我不知道林峰哪来这么多财产 但他却没有迷失在金钱里 而是非用于你坚持磁上设计 就捐十块钱用不着在牌上去展示吗 有人丢大 我反对 谁能准备他捐了十块啊 你就只捐了十块钱还需要证明啊 证明不了那就是诈捐 我可以证明 我这个手机上链接的现场监控视频 大家可以看 我这个手机上链接的现场监控视频 大家可以看 真是他 还有这是当天所有的VIP的军款 清单总数 以此证明林先生的侵害 这十块钱的军款 的确是林先生 就捐十块钱就搞得这么心思动动 他们肯定是想在晚间那间羞辱 怎么办啊 你们真的太多了 我林峰虽然穷 但是你们也别拿十块一毛的来羞辱吧 如果捐少的话怎么办 我再捐一百块钱好了 我 这些人 轻轻速捐到一百块巨块 我爸说的不是真的 他是女子不龙虫的金鹏霸恶 那这就算了 怎么可能一百块 穷 难道这有错吗 难道穷就该被你们无限吗 穷就代表你们可以侮辱我吗 自带优越感富家子弟 哪个不是靠爹妈才有的金鹏 像自带优越感富家子弟 哪个不是靠爹妈才有的金鹏 你们有什么资格去计辅店 虽然穷 但是我不偷 我不抢 不骗 我挣的每一分钱都光明磊落 问心无愧 哎呀 看他们这些表情 好像觉得还是不太容易 如果再来下去 我实际上的钱都要跟捐 这一百块钱 我捐 你不要吧 就这样不要走 走我回去 来 好我的天使啊 李先生 你是天使啊李先生 李先生 喂喂 我今天算你好 明晚的拍卖过有关家是在里面 我一定陪你谁的交叉 宝贝请休息宝贝啊 林先生 等着小 今天就让他们完蛋 哇 这可是我此生人 第一次来这么高的拍卖会 作为可以跟着完全成为情绪 尊贵的各位来宾 欢迎绿林本次拍卖会的现场 现在由我给大家介绍第一件拍品 苏家苏玉琴老爷子的一作 云音如梦 太过分了 他们真的太过分了 这是我爷爷 最后一件作品 也是我们苏家的传家宝品 他们居然要像拍卖商品一样 把他拍卖掉 简直对我们苏家最大的侮辱 你们苏家的全家宝贝怎么会在 拍卖行里呢 十年前 苏家还在开发房地产 结果 被王氏集团坑害 我们为了异捕资金空缺 不得已再把路过雕塑 抵押给拍卖行 直到后来 我们才发现 切都是王氏集团的任务 从医院现在 全世界的货币竟然贬值了一百万倍 存款8000的我居然成了顶级富豪 如果我是 现在拍卖开始 价格20 不愧是货 这已经是取价了 你拍价就要20万 那就是 只有几千块钱 对不起 我出三十 王上出了三十 有没有比三十更高的了 三十一次 三十五 三十五 有没有比三十五更高的了 比我家家家到八十 王少出到了八十 王少出家八十 如此高价 已经快要打破 盘盘盘庆库了 做名雕塑家罗丹 盘盘康的作品也才六十 怎样也比江堂一十万万四 不会是王氏集团的少东奖 才的就是雄后啊 八十 还把我果然是富豪运记的力 花这么多钱 去拍价目标 这身脑子是怎么想 花这么多钱 去拍价目标 这身脑子是怎么想 王氏集团居然花了八十块 来拍下苏总年的传家宝 这是对有乐集团最大的羞辱啊 一旦硬牌失败 让他直接抱着我有乐集团 给资金不算 商业伙伴 让他对我们兴趣信息 人心扯子 你游乐集团 想会灭了 杀人诛心呢 这一箱头 王氏集团 这种威蜜的手朵 好狠毒啊 看来这次 咱们是势在必得了 拍下苏家的传家宝座 等于掐住了一朵集团的面外 只要让他的商业伙伴 失去了信心 并且软头的把王家骑下 老实在 在龙城的商业版图上 只有我王氏集团 你大夫人 大夫人家真是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王少出价八十啊 有没有比八十更高的了 八十一次 是一百 一百 这位小姐出到了一百 有没有比一百更高的了 比我加到一百五 一百五 一百五 王少出价了一百五 有没有比一百五更高的了 一百五十万 这都供买套房了 好这么多钱 都买了一件木雕 我脑子到底是怎么行 一百五一次 那为什么 怎么可能有人出价比我还高 别浪费时间 等我出价 一百五两次 看来没什么悬念了 在我人生中这样的时候 是完全一次又一次 也才能生意 我走出 无论如何都行 我还有一方天经历心感 好像有一百万多 万千 不大就是为 一百五四 两百 两百 哇 一百五四 两百 两百 两百块 一枕木雕 他就两百块的天象 这定位震动整个硬物品还硬 估计明天艺术品的股价 一定会爆装霉倍啊 我真的叫明天这艺术品 还卖到两百块 这也是一个最高光时刻了 两百块一次 两百块两次 两百块三次 捧架 什么 两百块 不是两百万吗 人家朋友万事是超级 什么 林峰竟然帮苏家花了两百块钱 天价抢走了木雕 林峰 你果然中计了 你吓到你还真蠢啊 下面是第二件拍品 我们龙城龙原山的合同 起拍价五百 我让我儿子与你竞拍木雕 就是为了消耗你的财力 龙原山的块地皮 才是我们真正的木雕 你把两百块钱浪费在木雕上 根本就没有办法与我们竞争了 董事长 您这招声东极西 用的太妙了 我出五百 天呐 人取得起五百的 不就只有王宿集团一家了吧 林峰 这块地皮如果用作商用 就会有数以千计的学生辍学 无论如何 我们要拼一拼 王晴 我想问一下 这块地皮的起拍价是五百块 还是五百万 五百一次 有没有出价更高的了 林峰 开什么玩笑啊 对 我怎么问 对 当然是五百万 当然是五百块啊 什么 五百块 五百五百两次 这些 五千 这什么 矿工三个月 原来全世界都病 而我的钱却都病 一遍一装 我居然成富豪了 看来我的人生真的要充气了 五百三 等等 从医院醒来 全世界的货币竟然贬值了一百万倍 存款八千的我居然成了顶级富豪 等等 六百 六百 六百六百六百 这小时到底什么来说 竟然拿出比方式之中更多的材质 投资 你还又要做一点青鸣大饿了 放心吧 我一定会将这把底皮盘下来的 五出七百 七百 哇 哇 七百八百 八 这么一百一百的加实在没有硬 给我直接加价到六千三百一十八块 还好 六千三百一十八 六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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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一千块 你说我是集团 哎 我们王氏集团查过你的资产 你要是没说错的话 你好像只有六千三百一十四块 我们王氏集团联合各大家族 一共融资 辱了六千三百一十八块 要怪啊 快 就怪自己 不要两百多钱买盘破墓 天心呢 你拿什么给我倒花 你要是没说错的话 你好像只有六千三百一十四块军军 你拿什么给我倒花 走 他是怎么着 能把我们四大家族逼到这一地步 也是算力 是 想不到王氏集团竟然如此的卑鄙 其实利用静态木雕来消耗零峰的财力 真可怕这王氏集团已经完全掌握了零峰的资产动向 是不可能赢的 难道这是天妖王 宝贝你好棒 你还真没加错人吗 六千三百一十八 等等 等等 我出六千三百二十四块 什么 六千 怎么可能 我这行长把他的资产调查的清清楚楚 怎么可能还多出十块钱 我不用查过你资产 你怎么可能多出了十块啊 三百二十四 没错 我银行卡里的余额确实这六千三百年 但是 还有十块钱的私房 我以前买菜的时候省下来 我一共六千三百二十四块 哎 哎 哎 我们一架冲击不易 太好了 别说真是我们有乐机的那就是什么 主人有救了 成功了 我得终于谁翻飞了 我爱你 六千三百二十四一次 六千三百二十四块两次 六千三百二十四三次成交 三百二十四三次成交 恭喜李先生过得龙园山电坯 谢谢你 谢谢你 没事还真是吧 刚知道自己 转眼前就都不说 早知道你怎么弄 什么问题 谢谢 谢谢 有点就不答 林先生您好 五年前 您曾在我集团旗下的银行里传有一笔定期取款 如今已经解冻 请问你要将这笔钱取出来吗 但他是内契 苏老弟不义姗姗来迟 看来是掌头来的 区区一个芝麻利大的有着银行 现在都不把我们四大家族放在盐里 不过要送一句话呀啊 人在最得意的时候 容赢也即使 王总是找您严重 我和父亲你只不过刚才堵车时到了 放肆 这里没有你这个晚辈说话的份 放肆 这里没有你这个晚辈说话的份 不知今天 邀请我们苏家过来 这有什么事 龙元山那块地皮是我们四大家族规划徐景 要打造全市最豪华的度假村 你们把我杀出来 搅浑水抢走了地皮 这不合适吧 那块地皮并给我苏家所来 而是叫林峰当那个小伙子 再说了 开卖会本来就是价高的 就最能算的是抢啊 明明是你们有乐机团暗箱操作 找了个林峰这个白手套巨火一枪 苏巨墙比我都是千年的狐狸 玩什么了 龙元山这块地皮 五百块钱转让给我们四大家族 我们四大家族将打击 苏家所有的产业 狐狸在 全消灭 我们欺人太甚 我想怎么有乐机 十多年都不过能 实时务者为俊杰 实时务者为俊杰 若不想被我们四大家族拧拧 公平公平千赞 至少啊给自己流感活路 欺人太甚 你们堂堂四大家族 竟用如此卑劣的手段强占地皮 难道就不怕传出去为人笑话 林峰 林峰 王晴 我来了 龙元山这块地皮是我拍下来 你们休想拿到 林峰 你在拍卖会上耗光了所有的资产 现在变成了一个禽光 但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这里和我们对话 林峰 你一个被我们安家提出去的废物家 赶来这种场 我看你是来自取其辱 你们这些只顾眼前利益的资云家 哪个管过穷人的死 这块地皮对于你们来说只是一个商品 但是如果建筑学校 就会有更多的孩子生存交 他们才是组织的希望 他们才是社会的未来 那些穷孩子从出生就注定出的 读书也改变不了命运 但不建筑建成了 都叫他们来打工 一样可以创造价值吗 你们错了 你们错了 人生来的哪有什么高低低 磨其少年选 当学校建筑 这些孩子们的潜力绝对远超你们 这块地 无论是你们出多少钱我都有的 我就要让他们建学校 静静你设斥法解 好啊 我就满足你的要求 我爸都已经看错了 热大商家都已经存疑 不予思想实现 一分钟后 所有护车商将从有乐集团 全部撤资 哈哈哈哈 瞧瞧 蝼蚁是帮不过大小 林峰 我刚才给过你 可惜不争奉你 哈哈哈哈 太卑鄙了 哈哈哈哈 这下好了 这有乐集团和林峰要一起去变超穷多大 对对对对对 林峰 我早就对你说过 废物终归是个废物 你一夜暴风又怎么样 你看现在 你还不是身无分文吗啊 接下来 你该上街祈祷去了 哈哈哈哈 我早知道你說過 廢物終歸是個廢物 你一夜報復又怎麼樣 你看現在你還不是身無分文嗎啊 接下來你該上街祈禱去了哈哈哈 是啊黎鳳 你可真沒良心 我們安家養了你這麼多年 你去恩三仇報 現在糟糕用了吧 哼 你和蘇老弟如果現在求我們來 不然一分鐘到了 你們可就沒有錢 蘇家也是有骨氣的 反正餓死也沒有求你 一分鐘到了 都市場不好了 怎麼了 四大家族的合作商全部撤資了 現在都轉頭到遊樂計劃了 怎麼可能 他們說零分 已高出三倍的價格 收購了他們的所有公司 不可能啊 之前在開賣會上 我們都調查了你的資產 你的六千塊錢都已經花光了 怎麼可能還有錢 誰說我只有六千多塊錢 誰說我只有六千多塊錢 這下子到 什麼呀 六千塊錢的資金 對於我們四大家庭來賺 都很精神極限了 這竟然還能拿出一筆錢來 讓我們搞三年競爭 真是太可怕了 林峰 這是個救世主 又救了我們蘇家一回 叔叔 沒什麼 我只是看不慣他們這些見商而已 過不了幾天 你們所有人的集團都會破綻 希望你們可以通過這次教訓 知道 所謂的經商之道 就是要以人性為本 邪魔歪道 是會害了自己 換請 走 林峰 這是陳會長 他是天賜集團的二當家 也是農村商會的會長 如果誰能得到他的支持 就能在林峰商會 跟你絕對地換一下 一個明不見經傳的小鬼 居然 把四大家族搞得如此狼狽 還真是出乎我的意外 陳會長 這小子囂張跋扈 搶著牛圓山地皮 您可得替我們四大家族做仇 老婆 這地心明明是林峰拼實力拍下的 要搶的也是你們呀 嘿 拍下又能怎麼樣 去取一個無名小叔 想在我的眼皮底下 興風作辣 嘿 我就是痴心妄想 開發度假村 是集團合作共贏的項目 絕不允許 集團把如此寶貴的資權 浪費在一個公益項目上 林峰 你就算是再有錢 還是超不過一萬塊吧 龍國十大家族 所有的資金 都在天賜集團的管理之下 有 將近兩萬塊 你居然敢搬門弄死 我簡直是招死 你居然敢搬門弄死 我簡直是招死 林峰 無話可說傻眼了吧 你的那點錢 在陳會長眼裡 不過九牛一毛 哈哈哈哈 人家陳會長 只要願意隨時分分鐘捏死你 這就是和我們商會做對的瞎場 是啊 林峰 你可真是不會省時多時 還好我已經跟你離婚了 不然安家交費太殘了 林峰 我勸你 還是乖乖的把合同簽來 我也許會把外開恩 給你留五十坪你的土地 讓你點一個小學如何啊 五十坪 五十坪你能見什麼呀 你們太過分了 如果說我不 那我就集合十大家族 把銀河集團和你趕出龍城 那時候沒有建築公司 讓你合作 你的那個公益項 土地就被爛毀 林峰 你還是槍了吧 宋家 三點 你還是槍了吧 宋家 三點 還是徒勞地吃食物啊 林峰 這回知道 什麼人有人了嗎 哪怕 也鬥不過天賊集團 我說了我不同意 哈哈哈哈 我容用啊 那就是啊 有人乖警官 我們出一小時吧 我只會讓你出錢 李峰 你在搬入兵嗎 今天就算是吃飯 有些王老子來了 就不要你和司女姐 管 帶上去 鄭總 你們天賊集團 難道也這麼不想貧瘋 當然不是 天賊集團 最重視信譽二字 怎會用這麼卑劣的手段呢 難道他真的 在跟蘇慧長打電話 所以呢 是我 天賊集團的總在 身份尊貴的意圖 像精湮的小輩 怎麼可能接觸得到 你有位隨便打個電話 就能嚇唬說 我 我戴上去 大膽 别敢跟李先生动手 你以为随便打个电话就会吓死 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就不要你个孙子 我戴上去 大膽别敢跟李先生动手 老板 老板 今天这个叫林峰的小子 居然不把咱们天赐集团放在眼里 你来的正好 今天大膜里的面 好好地交替交替他 该教训的人是你 林峰 是在我们集团存有巨大数额的 钻石级大客户 虽会让你财力 可是你将世界富豪 他居然给林峰聚过 我的眼睛没看花吧 他只不过要区区几千块钱而已 做钱都花光了 老板你至于这样吧 混蛋 当初 若不是李先生那笔资金的打理费 哪有我贴资金 李先生那可是我们天赐集团的大恩人 李先生那可是我们天赐集团的大恩人 哇 你怎么会这么快的啊 安然 这李先生 是我这件大夫的幸福 你给你演参相了 我存在天赐集团心下的 五年后的经验对象取出 跟我们的房子做个手 录关的一批 我们的家 但是没想到造化了 这不行 终究不在了 多少钱 林先生 在我们集团存有的资金数额 连满代息 二十八万 二十八万 这就是人人超过农官十大家族的财富啊 二十八万 这是全球首付啊 李先生 这笔资金的定期实现已经到了 接下来我会把它重新交换给您 由您亲自打理 万青 我会把它重新交换给您 这笔钱 帮您一些需要帮助的 我不会像这些奸商一样 直等的剥削压榨 我们走 林总 弟的事情终于落实完了 只要学校一见好 那些孩子就有学生 和婉青说好 他去国外考察的最新教育工序 我负责前级建设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云青 你到了吗 嗯 我到了好几天了 你到了不知道跟我打个电话 李峰啊 他们这边的教育模式 和我们那边真的不一样啊 哎呀我有好多收获 你在国外考察我放心 但是我现在最关心的是 你吃的好不好 你住的好不好 那你有没有想我啊 只要你等我三个月 三个月后 我就穿着洁白的婚纱 走向你 一言为定 这片楼盘 在我们城市最好的地段上 建好了很久 一直都没有人来买 一般人可买不起这儿 如果我为了老公能在这儿过买 那我得有多幸福呀 那你可得找一个 至少有十块钱身家的 钻石王老五当老公才行啊 那么多钱啊 我这辈子 不过你要记住 虽然我们是销售 但我们也有我们的尊严 不能看到一般的有钱人 就变得特别的吓 我和婉婧要结婚的话 是不是得勾置一套婚房啊 那位你好 两位小姐姐 两位小姐 这个人衣着简陋 面带尾气 不像好人啊 难道他要啊 你要劫财还是劫色啊 我不是劫匪 我就是想找你咨询一下这个别墅的事儿 一副穷酸样子 一定不是想买别墅 一定打算要我们的微信吧 老娘单身也二十五年了 不行就将就一下吧 扫吧 你装什么呀 你不就是想要我们微信吗 扫吧 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 我就是觉得这个别墅 看着还挺不错的 那如果合适的话 我就想买一栋 呸 我呸你知道这是哪个公司开发的楼盘吗 你知道这别墅在哪个路段吗 你知道这别墅多少钱一栋吗 我就是不知道 所以这才为了 再来我给你介绍 哎你给他介绍什么呀 你傻不傻 他一看就买 他这是在浪费你的时间 时间就是金钱 他这是在浪费你的金钱 不至于吧 我看这人长得挺老实的 小姐 我确实是小姐姐 我呸 你往带回了 家里泡面还有 下个月房租凑齐了 没有凑齐的话赶紧去工地搬砖去 你的爆工头在到处找你呢 姐 即便他买不起 你们也不用这么挖苦他的 我这是挖苦他吗 我这是帮他认清现实 然后积极向上 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怎么了 算了你要是不愿意介绍我就不买了 哎 你别自己找借口走啊 你就是一年也挣不到一厘钱的群 调 我真是想 你每天在街上瞎溜达什么 捡别人丢的烟头吗 不是你你怎么这么挖苦 你再说你怎么知道我买不起 算了现在你们在这样一会儿 该吵起来了 还是我跟你介绍解绍吧 你给他介绍什么呀 姐 我就是觉得 是内相互尊重 尊重 他这种人就是社会的垃圾 我们可是高级销售 比他高好几个档子 有必要尊重他们 不是他这个人说话也太可恶了吧 我只说了一点点还有更狠 你要是再执迷 我就一字一句的全倾倒出来 你怎么样才可以逼上你这势力 你居然说我势力 你信不信我抽你 你动手试试 你信不信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也是我可不敢打 我打你一下你饿我一毛钱 那你下班辈子的幸福可算是找 你总说我买不起你的便书 那我要是买得起走 你要是买得起我双手倒立着走 那我就要看看你怎么双手倒立着走 那你要是买不起 我一定 你真冷水 你可别为了喝我赌气把你父母二舅三叔的养老钱搭上了 年轻人没必要这样 我是孤儿 我是从孤儿院里面的石头蹦出来 啊你是在孤儿院长吗 哎真的 那你就更买不起我们别说 你说我买不起我偏要 我是不会给你介绍的 对不起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介绍一下 好那我就给你介绍一下吧 你给他介绍 他要是买不起怎么办呀 买不起 真买不起 他要给你介绍 让他反受一下我们逃宅的内力 你不是说吗 说不定你 你还真是傻 是你自己要浪费时间的 跟我可没有关系 先生 我们这个房子呢 不用介绍 你直接说价格 说出来吓死你 目前定价是三块钱一块 三块钱 谁有意思 下尿裤子了吧 你帮你 等等 你要干嘛 集色可不要在这啊 两百元 居然是两百元 你给我算算 那些钱能买几套吗 我给你算算 我来算我来算 你用你图一三 要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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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六套 你能买六十几套 我们这现在只有三十几套呀 剩下的就慢慢见 我感觉你刚刚服务态度挺好 要不这样我送你的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居然这么轻易的 就送出一套别墅 小意思 当然我也愿意拿出一栋 一栋养养 剩下的我全部拿来养鸭 这是别墅 你拿来养洞 会不会太浪 我的别墅我做的 这么有钱 我今天练了也要给他拿下了 姐 你不是说一般有钱的人 能不能 还快下去 你看 这是女玩游戏 这是超级 见你就见得了 你干什么 我要做你女朋友 我不需要 如果你愿意的话 干什么 给我养鸭子 林先生 林先生 这是您六十套别墅的发票 您拿好 那个建于您是我们超级VIP中 PPPPP客户 我们在此为您奉上一份特权 就是您可以去我们合作的书法家 张大虾先生的家中 拿一个墨泡 也好 我在婚礼上向婉请书面表白一下 也许够有意思 男神男神男神你保养我吧 啊我的钱啊 雪花飘飘飞风向 我最喜欢画看鲜的 鱿鱼呀 鲁龟呀长虾 都画了什么大师 听说你今天要破例 给我画一副陆地动物 画一副 这叫牛吃草 牛吃草 牛吃草 那牛呢 吃饱了 那草呢 草被牛吃了 这两个黑点 是打开你的思维方式 你想想 这牛吃饱了 还剩下什么 啊 好衣服出卖天水了吗 大师你电话 是打开你的思维方式 什么一个大富豪 要求我的画 我一个艺术家 我再付钱吗 挂了 你写了画 還是 写的是真 噢 哎 哎 你写字那个 是张大师吗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来找大师求字这样 你了解张大师吗 你就向他求字 必须的 我听说张大师 可是师从国学大师胡拉拉 把胡拉拉的文化精髓 那是如回馆头 你既然了解他 你还敢向他求字 他有什么不敢 人家张大师什么事 人家可是国学大师 你看看 一看就是个臭他命 你也配求字 不是打工者 靠劳动人家有错吗 劳动人民最光荣 你没有听说过吗 你为什么就这么瞧不起 打工者当事理 大师不会给你写字的 你信不信大师不仅 还会给我写字 而且问问不去 你就吹吧 一会大师就把你赶出去 不可能 还不可能 如果大师给你写字 我把大师的毛笔吞了 正确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 你们两个吵什么呢 大师 这个人向你求字 他说不出一分钱 你就可以帮他写 什么人 这么大 难道是释手不得公主 这位先生 你是释手副介绍来的张公子吗 不不是 我姓林 吓我一跳 那我凭什么白给你写字呢 你要知道 我可是胡大师的唯一弟子 那在国内国外 享有剩余的 因为 我可以吗 这是 买了60多栋别墅的发片吗 我和美好家园房地产公司签了这个协议 只要是购买他们房子的业主 都可以向我求一副子 怎么样 我没有骗什么 说永远不是太差 我说的都是真的 那现在 你是不是该看下这一颗死亡 你应该为你瞧不起别人 做出代价 年轻人 你不要太嚣张 你不要用拼着发票 我一个鞋子 就一个发票 我看这是假的 我这发票确实是真的 我就不相信 谁能一口心买六桌栋别墅 我看你这发票 肯定是假的 好啊原来是假的 算了 看来你欣赏我字的面子上 我就送你一个字吧 没想到是很想上了 好 嗯 完了不是这怎么就一个点啊 我60栋别墅就换了一个点 这是大师在点你呢 还不够滚 我决定用文字表格 就一定是不得到 大师您的字多少钱 我买一下 大师这个能按负卖吗 这得按证呗 多少钱一个证 那多少钱 多少钱一个证 我是金钱无分 那您就说 您的证是多少分 这个年轻人谈起来 真是真有心 我得让他的自男儿退 三毛钱一个字 不贵 三毛钱一个字 不贵 三毛钱一个字 要不要 三毛钱一个字 不贵 您这三毛钱一个字也太贵 你看 您把我给碗子写出你事言 一吵一吵 小伙子 你你没弄错 这三毛钱一个字 这这三毛钱 那可是一年的收入呀 您是大师 就这个人 他肯定是骗子 你别写了白写 那我就先把钱拿出来当骗金吧 这这这鸡呢 大师 您不是视频来过分头吗 能让我闻分箱吗 这不闲着 我马上就闲完 既然这 为了让您不闲着 你把字典给我找 字典 这个要比你字典呀 这什么 看来 你买皮数是真的 你到底是何光大神啊 普通人 林伯 世界首富 你说 林伯子 你们缺不缺儿子 我们几个 肯定当儿子 肯定养老送哥 我这两天在这里 遇见了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家 他叫帕瓦罗 说愿意用自己的国际影响力 给我们做宣传呢 不过他最近 听说遇到点麻烦 说是只有你可以帮助他 这倒是个好事 林峰 你终于来了 现在情况很紧急 只能你来出面了 怎么回事 我们的世界音乐金色大厅 那些坏人 又受不了 去建设城私人会所 你们的音乐 孩子们的音乐梦想 都靠你了 明白了 以前没钱的时候 不该有梦想 是时候 是我孩子们 完全的梦想 这里是世界音乐大厅 开卖会现场 没有邀请函 不能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邀请函 你看这是什么 你是不是以为我傻呀 这邀请函 是你自己做的吧 看来 我得硬闯了 你可以试试 怎么办 别着急 兄弟 你能不能通融一下 不嫌 没有别的方法让我们进去了吗 这里是世界音乐电堂 只要拥有音乐细胞的人 倒是可以给你个机会 让我来 我会唱歌 来 meinen 八龙马 嘿嘿 我 recipient 阻溯 拖着汤三藏 跟着撒土地 好 你唱得可以 你可以进 他 我 我 我 你 嗯 好吧我确实不会 那你就不能进去了 哎等等你你能不能给我家 老爷子一点面子 啊 我 爷你一定请 啊我有钱了 哇 你们说了 那个人今天会 我看呐 这家伙上次自己有几个臭钱 就买关系的说 今天他肯定会来的 我虽然没有见 但我很佩服他的勇气嘛 啊 来吧 来的我让他连个渣都不晒 各位今天我们在这里 举行个特别的会 就是要把世界金色英雄大厅买下来 让人们在那里 跟康米 再搞一个烧桃 哎呀 我让你听到你唱歌 唱歌 好意啊 对嘛 哈哈哈哈 你错了 你怎么 这玩意没关系拦住吗 我来 是要告诉你一个道理 从原始生会到现在 文明在不断发展 人类在不断进 文明 创造了文字 音乐等等 其中音乐也是必不可少 你一群音乐 能当饭去忙 好的音乐 能在你一直消息的时候 换起你的斗志 消息生活发起冲锋 你说话呢 好了好了啊 我要 你俩赶紧出去啊 别在这丢人现眼 这里做的那可能是世界起的大了 你这种热血青年 不适合来做 年轻人 凤子 只要 五马送了七 年轻就不能有钱 因为我是林峰 你就是那个捐献小学 三庄用地给我换成商业用地的林峰 你也是商 我当然是商 但是你怎么知道我的项目就不定 我的项目不仅是有利的项目 而且是最棒的项目 我建设了很多学生 因为我要投入巨大的资源 我要用最优秀的人才去培育人才 而培养过的这些人才 都都是在社会各界 你们说 这样的投资赚 还是不赚 今天来的就是想把这世界音乐大厅给蒙过 是 米芬 我让你看见东西 这是我联合所有账牌 哪天的东西 他就是金色秘密把这些 你知道我花了多少 那可是足足二十六万 二十六万 这得是多大的财富呀 这该不会是把全世界的财富 集中到一起了吧 全世界 都是 二十 我知道你有二十六万 不过你把你所有的钱 都买不上这 那你就生一生 你个大傻子 你才是傻 如果我汉 会得到全世界爱音乐之旨尊重 我将无比 这远比二十六万 还要让人信 跟你真的感情 你有二十六万 你什么意思 好 你是不是让你那个 管理你举手 钥匙的动作 那你找一个 管理你自成商 不过一个小时前 我的人找了我 他 我们金鱼金融商会 愿意为林先生 管理他的财产 实不相瞒 那个金鱼金融商会就说 你的钱 从我现在在我的战略不战 我的钱都被你控制了 商人的行为 就是互相欺骗的战争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怀了 这音乐大厅对你有什么 你还记得那四大家族吗 我知道了 其实我就听到不得了 他所有人 我受到其他动物 我就是商业取了 就败给你 再把你个小家子 所以 你现在做运气 都是在跟你整队 我就是要跟你拗一下 你想不想考虑一下 会在我面前 想要搞定自己 就会老人家 把那金色音乐道给留给 把他留给那些爱音乐 所谷凤子 希望你不要回来音乐手电 音乐是完全的梦想 是 你不要回你 信不信 我可以让你们收人的财产 当然无存 你发到的吧 我只需要打一个电话 就可以叫你们 青江道长 怎么了 怎么做的白日梦吧 开始行动 哈哈哈哈 喂 什么 会长 我们的股票 正在大幅度收水 下来就是根本控制不住啊 你这些怎么做的 我把你说的话 全部都发了出去 现在 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快速 您少了全世界的人 所有人 都会对你贴心的精神 我的钱没了 你的钱也拿我不得 你干活住 我的钱无所谓 林先生 您好 我是国际金融银行的负责人 小陈 您曾经申请了金融保护 所以 你将有金融集团盘管财善 我们已经有一度 别财善 不受任何影响 天啊 我的钱 他还得深圳小布啊 钱 还我的钱 还我的钱 还 回家 回家 我的钱 谢谢你 我有一首歌 想送给你 祝你好爱情 思考好 谢谢你